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军 地球上有没有可能至今还存活着 我们尚未发现的史前生物呢 生命的终极尽头又在哪里 有一种生物堪称水中吸血鬼 它只需要靠不停的吸食血液 就能一直活下去 还有一种生物 在临死前竟然有一次重启生命的机会 那么这些神奇的史前生物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咱们来聊聊 至今可能还存活于地球上的那些史前生物 相信只要提到尼死湖 很多人会立刻联想到水怪 几乎可以说水怪已经成了尼死湖的代名词 而关于尼死湖水下的怪兽 最早在公元七世纪就有留下记录 至今这几十年来 也不断有游客看到或拍到水怪 只不过大多都模糊不清 实在没有办法证明什么 不过最近英国的一名生物学家提出一个很不一样的见解 他认为许多人宣称看到的尼死湖水怪 其实就是鲸鱼的繁衍器官 从上面的几张照片对比来看 你要说它像吧 它又不太像 要说它不像吧 它又有点像 在这里还真是不得不感叹一下 这位生物学家的想象力了 而这样的说法也确实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一部分人觉得有道理 但也有许多人依旧相信水底下的怪兽 或许正是早就灭绝的远古生物恐龙 说起恐龙 最近在欧洲的昆士兰 有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科学家挖出了一种史前巨鳄的化石 身体长度达到了惊人的2.5米 并且还在它的胃部位置发现了恐龙的遗骸 这是澳洲第一个鳄鱼捕食恐龙的证据 让专家非常兴奋 虽然数量稀少 不过现在地球上还是有不少物种 是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的 科学家把它们称为活化石 所以咱们也的确无法完全否定掉 恐龙还存活的这个说法 在亚马逊河流域有一种鱼 名叫巨骨蛇鱼 这个庞然大物有着尖而长的头 背部闪耀着金属般的青色 侧边呈现雾红色 身上的鳞片也非常的大 有的鳞片边缘还显现出了鲜艳的红色 巨骨蛇鱼 因为舌头中长出硬骨牙齿而得名 又被称为海象鱼 最长可以长到2.5米长 体重可达230公斤 是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这种鱼推测最早出现在1亿年前 堪称是活化石 而最特别的是 它的鱼标有着接近肺部的功能 可以借此直接在陆地上 呼吸空气 巨骨蛇鱼不仅外形吓人 它捕猎石 更是快 很准 只要有猎物在它的眼前经过 它就能够迅速将猎物吞进口中 整个过程只需0.1秒 可惜的是 巨骨蛇鱼看似攻击性很强 不过它的好奇心更强 一看到风吹草动 就会上前查看 就连看到人类也不害怕 而正因为它的这个特性 所以捕捉起来也很容易 渔夫只要抓准时机木棍一敲 巨骨蛇鱼就晕了 所以它也被人们戏称为傻鱼 巨骨蛇鱼不止鱼肉可以食用 鱼鳞鱼骨还可以制作工具 据说用巨骨蛇鱼的舌头磨成粉末 喝下肚 还可以杀死蛔虫 几乎全身上下都是宝 但也正因如此遭到过度捕捞 一度便临灭绝 所幸在限制捕捞后 再加上人工养殖 巨骨蛇鱼的数量也在渐渐增加 让这种古老的物种可以继续生存 除了巨骨蛇鱼 还有另外一种鱼 也被称为是火化石 那就是七塞曼 这种鱼看起来没什么特别 但如果它要张开嘴巴 我相信它一定是密集恐惧者的噩梦 由于它的嘴巴真的会让人感到极度不适 所以脑补军就不放上来了 有胆量的看官可以自行搜索 保证酸爽 这种鱼还有一个可怕的绰号 那就是水中吸血鬼 但凡是被它盯上的猎物 只要被它的吸盘嘴给吸住 那它就绝对不会松口 说起来七塞曼原本是 栖息在海洋中的生物 也是火化石 在地球上已经有3.6亿年的历史 但在1950年时 不小心被一艘捕鱼船带入了北美武大湖 导致对原生鱼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在历史上 英国皇室和贵族还曾将七塞曼 视为禁食的美味佳肴 据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鱼 1135年就是死鱼 禁食了过多的七塞曼 因为七塞曼的身体中 也含有微量的毒素 不过让脑部群很费解的是 这种鱼光是长相 就让人觉得是一种不能吃的生物 却在欧洲的上流社会 被视为昂贵菜肴 难道有钱人就那么喜欢 吃稀稀古怪的东西吗 你听说过后这种超远古生物吗 早在4.51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 那时候地球上甚至还没有恐龙和原始鱼类 后扛过了火山爆发 躲过星球碰撞 完整地经历了五次生物大灭绝 顽强地活了下来 当它出现在人类面前时 还是保持着最原始的样子 原始的就像刚刚相近去一样 它是地球上唯一一种拥有蓝色血液的生物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生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因为里面含有铁元素 氧化就会变成红色 而后的血液里则是含有大量的铜离子 遇到氧气就会变成蓝色 正是这一身与众不同的蓝色血液 让后变成了人类的功臣 同时也是因为这一身蓝色的血液 让后差点灭绝 后本身没有任何免疫系统 但是它蓝色的血液可以困住细菌 困住病毒 困住任何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的东西 换句话说 后的血液就是最强大的免疫系统 相当于一种可以让身体百毒不侵的万能疫苗 当人们发现后这个能力以后 立刻研发出了拯救无数生命的后世纪 目前人们在研究如何把后的血液 制作成治疗艾滋病的药 然而后却因此数量骤减 便离灭绝 当然后还是一种非常浪漫的生物 如果一只单身的后找到一只伴侣 那它们就会立马黏在一起 不管发生什么永远都不会分开 如果磁后被人抓走了 雄后会不离不弃 义无反顾的殉情 因此后也被称为海底鸳鸯 有没有非常感动呢 眼前你看到的动物名叫 芒曼 生活在地球上已经有五亿年了 既然它能存活如此长的时间 那肯定是有一身的绝迹了 它没有下巴 全身好似无皮一般 但只要它被猎物给咬住 浑身就会立刻释放出一种滑溜的粘液 瞬间就能逃生 甚至连鲨鱼都拿它没有办法 这种粘液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 研究发现粘液里面 竟然含有一种特殊的纤维物质 这种纤维非常强韧 甚至比尼龙这种 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物质强韧十倍 被科学家视为是未来 可以应用在许多层面的科技物质 不过气息在海底的盲慢 可无法人工饲养 所以要如何大量取得也成为了问题 但美国却根据盲慢的粘液 研究出了一种合成粘液 可以令人窒息 也能灭火 甚至还打造出了超强大的潜水衣 你敢相信吗 蓝藻这种人们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既然是地球上最古老 也最普遍存在的活化石 大家都知道地球从诞生到现在 已经有45亿年的历史 而这些蓝藻却已经活了22亿年之久 毫不夸张的说 蓝藻是这个星球上最早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氧气的生物 人类可以生存在地球上 也要感谢蓝藻 如果没有蓝藻 就没有现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地球 更不可能有这些 依靠氧气生存的高等生物 在我们人类眼中 太阳光只是光 而在蓝藻看来 这些光是一个个光子 叶绿体会一个个的吞噬掉光子 把它们转化成能量 整个过程我们并不能看到 但却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这个属于微观量子力学的范畴 也可以说蓝藻是最早运用量子力学的生物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非常科幻 不用太过惊讶 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其实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 最近就是占据地球生物不死绑绑一的大哥 扁平虫 能够雄居绑一的主要原因 就是它那恐怖的再生能力 如果你拿刀把它剁成100份 它会非常感谢你 因为你帮它复制了100个字迹 这100分钟 每一个都会重新长成一个完整的扁平虫 那到底把它分成多少份 才能把它杀死 目前扁平虫被切断的最高纪录是279份 每一份都不到一毫米 而这279份最终都又长成了一个跟母体完全一样的个体 甚至连记忆也都一样 这是真正意义的复制了自己 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做完全克隆 也是全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如果人类发明了完全克隆这项技术 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扁平虫的寿命到底有多长 从形态学上来看 这家伙基本上是无敌的 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时 他就会自动把自己切断 变成两个小的个体 开启一段新的生命历程 所以理论上来说 他是没有寿命极限的 扁平虫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再生能力 主要是因为他全身都是全能性干细胞 这种细胞最强大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变成任何一个细胞 通俗点来说就是 缺胳膊长胳膊 缺腿长腿 那他真的无论如何也死不了了吗 那倒也不是 你只需要用一根手指头把它压扁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趁他吃东西的时候 偷偷把它切成两段 因为他自身分泌的消化液 会把它自己腐蚀掉 为了进一步探索扁平虫生命的极限 美国斯坦福大学在2015年的时候 把一只切成数段的扁平虫 放进宇宙飞船 送进了太空 结果过了一个月 这家伙不但没有死 还产生了基因突变 该长头的地方不长头 不该长头的地方长出了好几个头 非常吓人 那么看到这些特殊本领的远古物种 让人不禁赞叹大自然的神奇 同时也让脑补君很佩服 他们与生俱来的神奇本领 如果不是这样 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地球环境中 生存这么长时间的 目前在地球上 或许还有许多红化石 还没被我们发现 也只能留给时间慢慢去发掘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